挨个回答 印堂少女303 之前有没有关注过炙热的我们 你们最喜欢哪个舞台 肯定有关注啊 我特别喜欢看我们学姐 火箭少女101她们的印堂这个舞台 月月 其实我一直有关注啦 然后我最喜欢的舞台是梦不落雨林 好好看 对 对 私心啦 私心 一晴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除了我们学长学姐之外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彩虹老师们的卡路里 唱哭了很多人那次对不对 没错 卓雪你呢 那其实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自己是声音嘛 那所以我比较关注的是 当时咪咪 李子婷学姐唱的煎熬 那接下来有个很厉害的问题 我要让卓雪来帮我们问一下了 代表我们90后的这个普通观众 我们来欣赏一下我们学长学姐的舞台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考问区的每个嘉宾都要回答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智日的我们能够举办第二季的话 你们会愿意参加吗 会 特别想参加 因为觉得这舞台好漂亮 那如果来参加的话 你们最想要遇到的对手是谁 其实我们希望可以遇到我们同领域的团 以及我们也想要去挑战不同领域的团 希望都可以遇到 一起进步一起学习 谢谢你们的坦诚答案 再次欢迎我们印堂少女303 来到炙热的我们的舞台 来 这边请